大家好,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项目 今天这个项目之前发过一次 之前是V1版本 这个呢,他最近发布了这个V2版本 它是一个数字人说话的项目 上一个版本的话 它只是这个头部的一个数字人说话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V2版本呢 它增加了这个半身体,人体动画 那这些具体效果呢 咱们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大家看就这样的 它加入了一个手部的一个动作 包括上半身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动作 放大一些,可以 大家看 这一版的数字人效果确实要比上一版的要好一些 这个动作 这个就是今天的效果 具体的下面就不说了 咱们看项目 项目这边的话 这个包有点大 而是一个G 这个大家自己下一下 然后下载完之后呢 这边有个启动 还是双击 稍微等一下 加这些模型 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 好 这边完成了 打开了 那么这个地址 会自动弹出这个页面 用大家去选择 然后这个呢 我们来选一个例子 就选这个吧 我给大家说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首先呢 就是这个图片 它的宽高 需要是1比1 就是图片正方形的图片 效果就更好 那么这边呢 是有一个选项可以修改了 这个保持默认是最好的 另外就是这个视频长度 240 它是代表10秒 因为1秒是24嘛 这个大家自己算一下 还是比较容易的 另外的就是这个 英特帮量化 这一项大家一定要勾扫 如果你不勾的话 可能得16G才能跑 然后目前为止的话 它的这个优化的效率 还不太行 它这个即将发布的加速模型 现在还没有发布 所以目前为止呢 我们这个还不能做一个 去真正去实用 使用价值还是不是很高 大家只能拿来玩一下 等什么时候它这个加速模型发布了 那么我来给大家更新后续的这个版本 12G肯定没有问题 8G的话这个有点好说 那么我们为了加快今天的演示速度呢 这边这个声音 它总是6秒对吧 我来切一下 我把它切一下这个3秒钟 我们比较前面这一段 这样运行速度可以快一些 2秒停一下 欢迎使用Echo Mimic V2 然后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要说的 好 还有这儿 这是这个姿态啊 呃 这边有个地址嘛 这儿 这个里面 有个零件文件夹 那么这里面呢是所有的这个姿态 姿态呢就是这个手部动作 它会怎么去做 会怎么去动 呃 那么因为它本身就是目录地址啊 所以这边呢不需要大家修改 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这个总的呢 你可以去调整一下 画一下不同的这个总的 看一下不同的效果 我们直接来运行 好 这个稍等一下 它的运行需要点时间 好 跑完了 看一下效果 这个是效果 欢迎使用Echo Mimic V2 上半身的动作啊 还是比较流畅的 这个项目的效果确实不错啊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先体验一下 大家拜拜